会不会把你吃到赔钱了 不会 不会啊 我们自己的果然 现在马来西亚花30多 就可能实际上猫山王榴莲自由 上面总共有12个品种是吧 开出哪一个就吃哪一个 好的好的好的 两个人 两个人78 现在现在现开的 都已经上来了 所以就做了三个时候就知道 它现在是一个小时 现在是一个小时 它上来三个品种 我跟你说 它这个榴莲就是 你开出哪一个 就吃哪一个了吧 这个叫第24 很香 很香 这是老板的 你确实有点黏喉咙 第24 我以为全是猫山王随便吃的 看来我想多了 它是说开到什么是吃什么 它全部混在一起 那么多 小小的 就上了将近10个了 你吃什么 我刚才说大话了 我说我要吃10个 吃10个 现在已经10个了 我以前在国内吃的时候 一定没有把每个糊都吃得特别干净 我现在终于不需要舔糊了 我现在终于不需要舔糊了 这个小的 这个好好吃 这个真的才是冰淇淋的口感 这个贝贝 真的我看看 真的像冰淇淋一样的 冰淇淋一样的 这拿来什么好吃的 小红虾 小红虾 这个特别甜 小红虾和金龙都特别甜 老板你试试这里的华人 你试试 你就是一直在马来西洋吗 土跟土呀 我的主机在中国 主机在中国 在福建 在福建 老板人特别好 好 辛苦了 到处了你干什么 好 好了不给你吃 排过了20分钟 我吃不动了 吃不动了 我真的吃不动了 我真的吃不动了 满满一多子 满满一多 30多块钱吃这么多 感觉本钱应该回来了吧 我觉得我一个人是吃鸡蛋了 哈哈 我觉得这个好吃 这个白的好吃 这种不是很甜的那种感觉 挺好吃的这个 老板又送过来了 这个是什么品种 这个是配种 配种 老板又送来了 我们已经吃了15个了老板 会不会把你吃到赔钱了 不会 我们自己就不会给你 老板真的是太设情了 我已经藏到了榴莲山里面 我们今天吃的怎么样 吃的真的太好了 我们今天总共吃了30个榴莲 兄弟们 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特别好 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特别好 我们今天一个人才花了30多块钱 吃了30个榴莲 我们是不是第一个吃那么多的人 还有人吗 还有人更多 还有人更多 这么厉害 如果像我们吃那么多的话 在市面上买要花多少钱 三四百块 三四百马币 马币 感谢老板 好的 记得再来 没事没问题 我们今天吃了30颗 大家觉得我们吃灰本了吗